俄羅斯塔辛社週二報導稱 俄羅斯執法人員透露 馬里乌波爾投降的1000多名烏克蘭士兵 被帶到俄羅斯接受調查 據悉 還會有更多的烏克蘭戰俘被帶往俄羅斯 基輔一致尋求通過交換戰俘 解救亞蘇鋼鐵廠大約2000多名被俘士兵 但莫斯科堅持對部分士兵進行審判 烏克蘭國防部週二表示 俄羅斯歸還了200多名陣亡士兵遺體 其中大多數是在亞索鋼鐵廠戰役中犧牲的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周二表示 二月份衝突爆發以來 見面了3萬多名俄軍士兵 31萬俄羅斯軍人死了在烏克蘭 自廉斯基還表示 他對和普京進行和平談判持開放態度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陳海月綜合報導 Version 一 都 免